字幕-警官- noises 內的尊敬沒有 剛才坐外面 外面的ские话而且很大 請什麼好處請什麼 教 подар的他重申一下子 比如說 有些人都覺得說現在 做很多功德 那怎麼去證明 这个一些王者他能不能得得到 你用刚刚那个例子我觉得还不错 这在那个释迦摩尼佛 他那个时代 那时候他有很多的地址 他帝主其中一个就是 他的儿子身体不好 儿子身体不好 算了病库很多 他就去清掉释迦摩尼佛 小准 我们这儿子 现在身体都不好 要怎么让我们儿子的更好 当中像我们现在的规定一个 释迦摩尼佛不用是师兄来清告 他儿子的 释迦摩尼佛才叫 连哥子 你回去祖先做宣租 反正是什么 他的儿子就是连哥子 以前祖先出世 出去做他儿子 这儿子就是前世的业障 所以身体不好 病库很多 结果连哥子回去 去跟祖先做宣租 做宣租 放生硬庚返向 这儿子的身体好 这很实际马上能够 转过来 就像说 你穿金和厚水 就会开发结果 我们现在的人不认同 是一次都 古早的人说 一句话 你就够外人 不可以够死人 你就够北斗 不可以够佛祖 这个其实乍听好像对 其实不对 不可以说 你够手 不要够手筋 事实上 祖先跟我们是一体 阴阳是一体 你在地藏经有诗 在农经他诗 我们七代祖先 在二道 你央上的子孙 不可能辉煌腾达 所以名字是超度 周先 你央上的子孙了 你现在家运不好 事业不顺 种种不如意 就像手类 你看 不开发不结果 你从土 把冠 把施回 把顶头就漂亮了 这是超度 真正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 我像我的听众 很多也是 本来有业障 晚上睡不着 祖先什么不好 小孩不好 我说 赶快诵经 做英功 点灯回向 放声 善行走 回向就好了 他就有实际的转 这是说 真正的善法功德 你能够这样做 是比较快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 回向 回向的道理 就是像用回向的 他现在在美国 我的祖先 不管你是在人道 是在恶鬼道 乃至于促身道 第一道不惯 我这个功德 回向就怎么回去 怎么回钱 回去 回去了 所以古时候 也有一个师傅 就是说 他 他一个出家师傅 他的同餐大佛 是在地域里面 在跌在里面 跌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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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把他人去送花花精 他炒 什么花花精的功德 他炒了 要回向海 他回去炒 炒炒 炒一个炒好 他才来那个 那个廟 要看说 要来问那个三神 说 我们那个 同餐道友 是不是有离开地域 结果 他那个同餐道友 那个三神 他说 从你那一天 开始发那个念头要炒的时候 他就离开地域了 不用等他炒好 马上就能够蒙受到利益 所以跪在里面的花心 所以超精的功德 有超精啦 诵精啦 他这三个功德都一样的啦 假设每天写那个忏悔文 可以都可以 但是 你如果要炒金的人 等下我那看有 这一人一本跟你借 有那个长寿 你以前不是有送过吗 长寿佛 长寿佛 他也许 他才有写那本金 他说 获智书 或交人书 你只要教人怎么写 还是说你自己有写 你说这个人是 当身阿弥陀佛基督世界 那算保证办的啦 当身 应当要去 波证办 其他经典你没有找到 只有这本武功 写说 当身基督世界 他说 你自己的经老下 就可以去那圣圈 就办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呀 我再跟你结缘 很高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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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